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乾癢的過程 我們把它化成爐魂會比較好的一節驗 歪手是時間 一開始爐管 在氮氣的溫度 maybe 400 也可能600 以前是400啦 現在都600了 現在都600 直接高溫一點 在這個溫度之下呢 氣體一直沖著氮氣 N2是不能停的 應該說 爐管內 always 有的氣體在空 然後呢 一開始在維持這個溫度的時候呢 就是WAVE要怎樣呢 也就是它的金州 要Pull out and pull in Pull out就是這樣呢 管轄要打開 金州要先輪出去 Pull out 然後呢 裝載 在WAVE上 把WAVE上上去 然後呢 在 Pull in 就是在維持這個金州 升到500內 完成之後呢 開始升溫 開始升溫 升到我們的自成溫度 自成溫度 一般氧化的自成溫度 大約都在1000度C左右 低的話大概900 高的話大概1000度 大約都落在 900度C到1100度C左右 看你會哪一種 那等升到溫度之後呢 它會先穩定溫度 溫度 所以它會有一段過程是這樣呢 穩定溫度 溫度要先stable 溫度stable之後呢 繼續 等溫度stable之後 它開始要衝入自成器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的是氧化 所以我可能開始這樣呢 溫度stable之後呢 我開始衝入 O2 O2 而O2跟N2呢 Overlap了5分鐘之後 氮氣就可以關掉了 氮氣就N2就off了 而是留下你的自成器體一樣 所以你的氣體在溫度穩定完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空氣體 開始空氣體量 在你的Openlap5分鐘之後就開始講 直接到怎樣呢 直接到你認為 直程要技術前5分鐘 再把氮氣打開 N2再重新tun out tun outOpenlap5分鐘之後 你才能關掉你的氧氣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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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掉之後呢 等氮氣關掉之後 你的氣體 你會看到從頭到尾氣體都沒有在斷 從頭到尾氣體沒有在斷 然後呢 接著 關掉一次的氣體之後 你就可以降溫度 啊降溫度它會很慢慢 很慢慢 降完溫度之後 降到了自成溫度 喔 你才會怎樣呢 才會破號 把微粉取出來 這是這樣子的做法 喔 這是這樣子的做法 喔 所以就在自成溫 在 待 待 待機溫度 要做這件事情 等到 關門之後 開始升溫 升溫升到這什麼溫度之後呢 穩定溫度 穩定溫度啊 之後呢 開始停滯自成器 通滯自成器 一段時間之後呢 關掉 限制用的氮氣 然後 開始氧化 O2一通其實就開始氧化 O2一通就馬上開始氧化了 然後呢 等到快要結束之前 這要抓到的時間 因為早起來有在凱整就會講話 那 當你的自成時間結束前五分鐘 你的耳朵要重新打開 重新打開之後呢 O5分鐘之後呢 你的自成溫器就關掉 既然就Always一直通著氮氣 但就一直Always通著 所以看到氮氣溫度多大 好 這是這樣 這是乾氧 那接著我們來介紹 濕氧 濕氧 濕氧的差別在哪裡 你看 乾氧跟濕氧 乾氧跟前面所述的差別 好像就長在 製成氣體 對不對 好像在 他想請問 濕氧的製成氣體怎麼通進去 濕氧怎麼通 來看客人怎麼說 濕氧的氣體怎麼通呢 你看 所謂濕氧就是用S2O去帶O2 那請問H2O你怎樣給他變成真氣 好 然後一旦他變成真氣之後呢 他會變成O跟OH 那OH可以跑得比較快 所以他的技術比較快 好 就是沒講過 那今天就來了 請問 這就來了 濕氧中的A2O怎麼產生 客人換的這些服務 我一個都沒有聽過 在我唸大學開始 掌濕氧下的過程中 我從來沒有看到 真的拿點水 加熱 然後噗嚕噗嚕 水蒸體就出來了 或者是通個氣 故意把水蒸體給吹出來 I never saw 我從來沒有見過 或者是這樣子 有一個加熱的平板 水滴上去之後 哇 哇 煎牛排 水汁要去 水蒸汽 然後有個氣 吹過來吹到不管裡面 客人畫了這些譜 基本上不是在料理節目上看過 沒有在半島里置疹上看過這些東西 我看過了現在已經都變成這樣了 施養史上它不是現在的 絕對不是真的通水氣啊 用bottle 現在通的是什麼呢 是通 氫氣加氧氣 因為在高溫1000度的環境之下 它就自然會產生所謂的氫氧燃燒 而在氫氧燃燒都 其實我們可以連日水啊 1000多度拿來的水 不然我們講 水有三向態 固液氣 固態就是冰棒 液態就要水嘛 氣態就是水蒸氣嘛 在1100度氣的時候 基本上這這麼高溫 你說它會形成水 它就直接變成什麼 直接變成O加OH 很比較直觀一點 在高溫 900度到1100度之間 同時通路基因跟雅乾就直接會形成O跟OH 它就直接形成O跟OH 或者是O跟OH就會產生了 那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能解決到 好像是不是要2.1才會形成水 實際上不是 根據化學基因量來講 好像是要兩倍H2加O2才會變成兩倍H2喔 但我們剛剛講的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OH 而O跟H2來講誰會有危險性 氫啊 氫是會爆炸的氣 所以氫是一定要把它消耗完的氣 不然它會危險 所以一般而言 氫的流量不會到兩倍 反而氫會少一點 確保怎樣呢 完全消耗掉 確保氫完全消耗掉 所以只要有空氫 它就是適量的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大到2.2 其實不用 當然氫越多 降噪速度會越慢 只是當你有一樣的速度的時候 你的重點應該是要把它氫一點用光 否則它只要有殘存的 它就要在上一般講過 要特別要傳送到韓燒槍 就把它燒掉 把它消耗掉以防萬一 所以現在兩話都是O2H2 那O2H2回到這邊來 那在這個地方的時候怎麼辦 你現在也不是 你現在也不是單純O2了 你是O2跟H2的話 你怎麼辦 請問 O2跟H2 在製程當中 它們是同時打開嗎 藍色是N2 黑色是剛剛中的O2 現在要改成什麼 現在要改成O2加H2 請問 這兩次同時打開還是要先開成同一個 如果是你會選哪一個 剛剛講過 H比較有危險性 如果今天只有N5沒有紅 你直接看H 能夠消耗掉嗎 違憲喔 心就直接空出來了有沒有 當然啦 心氣只要超過它的爆炸兩張是穩定的 心氣的管線是有一個警報性的 因為心氣在溫度不夠高的環境之下 大約往下降五百多度 那個地方是最危險的 一定要超過五百多度以上 這種心氣才比較不會爆炸 詳細的情況我們是很懂的 我只知道心氣有個警告器 大概在五百六十五度左右 你要看心氣之前 管內的溫度比較超過這個溫度 它會讓你開 可能它會自動鎖住 因為溫度不夠高的情況下它會不穩定 它會很容易散爆 散爆爐管口的爐管口 以前不是金屬爐管把它塞住了 以前都是石英的 因為爐管本身是石英座的 而封住爐管的爐管口 以前也是用石英罩 把爐管口罩住了 所以以前發生輕爆的時候 爐管口的石英遮罩子直接噴出來 撞碎 所以早期我學生時代 以前看到爐管是怎樣 一根石英爐管最後沒有石英罩 石英罩外面呢 還有一個承載無手裝置 就很像一個手套一樣 就有一個像手套的機具是怎樣 如果不想跟公母吹出來還可以 KETCH UP接住它 好球 還有一個接那個管口的那個東西 你現在沒有現在都是那種自動化 直接是金屬的這樣子 蓋起來 以前是直接是一個獨立的蓋子 你要把蓋子來蓋上去 所以你絕對是怎樣呢 先開OP 然後呢 剛剛講過開OP 等五分鐘之後 OP可以關嗎對不對 有OVERLAP了嘛 可是在關OP的時候呢 你其實已經有講在裡面了 其實你就可以怎樣呢 開H2 然後開H2呢 一樣自成要結束的時候 先關H2 先關H2 再開N2 再關O2 是這樣子 所以 他們的氣體依後順序是這樣 不要搞錯 不要搞錯 先通H2 癢 癢通一段時間之後 你才可以關掉蛋 並且開啟氣 並且開啟氣 那氣通進去就開始叫做施癢 止通OH的時候就改癢 一通清就叫做施癢 等到施癢一段時間 達到你的製成時間 maybe半小時 maybe60分鐘 清氣就可以關掉了 而清晶在關掉的時候 氧氣不要灌 然後清晶關掉的時候 你之後氧氣要灌之前 要先把氮氣先打開 氮氣打開 O2個5分鐘之後 你氧氣才可以關 這樣子進去 當然你氮氣也可以關 你可以整個拉閃 反正就是保持的一份概念是什麼 要開清氣之前 一定要炫耗有氧 而氧的開跟關之前 一定要跟氮氣有O2類 簡單就是這樣子說 要開清氣之前 一定要有氮氣在裡面 才可以開清 因為當氮氣開一邊 才會消耗掉 所以清是最晚開 最早關 最晚開最早關的清 在西洋裡面 發過程中 而一樣的開跟關都不需要跟氮氣有O2類的 保持這兩個原則就可以了 這樣子 所以氫氣的管線通常都會有個偵測爆炸點的溫度計 你如果溫度不夠高 你不讓它開 所以 氫氣是個毅然且毅爆的氣 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氣一旦噴進來的時候 就開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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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 因為有氫氣的管線 也有氧 所以最後一直怎樣 把氣體排掉 排到燃燒是燃燒 燃燒完的氣體呢 在經過清水的溶解 只要是有濾的或是有微濾的 就把它溶解成水溶液 變成乾淨的沒有一煙二流的氣體在排掉 所有會看到被發黑煙的那些顆粒 都在洗衣室的時候把它溶解成水溶液 或是把它沖刷下來 剩下乾淨沒有汙染的氣體才可以排掉 才可以排掉 所以 鍵板奧利沙 晚安很重要 他們都會做好防爆的動作 所以這個製程你可以看到 通入氮氣 氮氣之後呢 乳管推進去 乳管推進去之後呢 然後開始升到溫度 其實這段 這時候不會通入氧氧氣 通入氧就氧化了 應該是開始升到溫定 穩定溫度之後 才會開始通大量的氧氣 然後呢 再來才關掉氧氣 氧氣穩定之後 才會要去通入氧氣 才會要通入氧氣 並點來 乳管的溫度比你火的溫度還高 乳管已經是一千度了 你還去點什麼 有什麼好點的 所以這些文字呢 不見得不見得完全正確 所以請8樓剛剛講的一個步驟 才是正確的步驟 這些有些步驟是那個 不太合我現在的做法 重點就是這個 好 H柱跟高度的流量一定要 比21來的小 因為我們要保持什麼呢 確保H柱要消耗力量 最好要消耗力 H柱一定要把它消耗力 而乾癢跟濕氧氣比較起來 氧化速度差很多 在同樣的溫度之下 要氧化一千天寵一百耐尼 濕氧子需要十二分鐘 乾癮要兩小時 非常 差異非常的大 乾癢非常的慢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長的是厚氧化成 只要大於 大於 一百零米克以上 也就是單位是數千N重等級的 都使用十樣 只要你長的氧化成是數千N重 只要在一千N重以上 都是使用十樣 除非你有文貨品質的要求 才會使用乾癢 但乾癢要很久很久 乾癢非常的很久 那接著就來講壓力 少的是壓力 空氣中有多少的七零分子嗎 壓力越少就代表什麼 空氣中的七零分子越多 壓力越少就代表空氣中的七零分子越少 那空氣分子越少 就比較少 就比較多 你的反應度會比較少 反應度比較少 你的氧化速度就會比較慢 那反應度多 空氣中的七零分子多 反應度多 那它比較容易去產生反應 所以 壓力只要增加 你的氧化速度就會變快 反之壓力如果變小 速度就會變慢 壓力越大 重新的七零分子多 你比較容易遇到 遇到反應度意思嗎 第二 壓力越大 擴散速度就會越快 就是加壓 你就想著壓力給它 氣壓越大 氣零分子 就像受到後面的碰撞影響越多 它擴散就會越快 壓力越大 它越會擴散 擴散速度越快 所以氧化時間會變慢 因為氧化速度越快 反之壓力如果變小 反應速度就會變慢 因為它擴散的速度會變慢 然後氣壓越少 氣零分子也越少 可以反應的 氣零分子也會變少 所以速度也會變慢 所以壓力會變得到速度 但是如同前面講的 有時候長的慢一點 體質會好一點 慢流出新的 慢流出新的 所以有時候壓力下降 可能會比較稀密 壓力越高會比較快 所以你看 同樣在五個小時內去氧化 如果今天要長出 一千多米的一萬N重的話 一大吸壓 同樣是五個小時 一大吸壓要是長千度才能長 如果你是四大吸壓 你只要七百度就可以了 所以壓力越大 你的身長溫度可以下降 因為速度挺快 那我人家把速度賣下來 我溫度就變低一點 但是高壓比較危險 氣壓 因為裡面如果是高壓 它就比較會有爆炸的危險 因為氣壓大 最有叫玻璃力嘛 一直管氣管氣 它氣壓大到一個身分 就是會爆掉 因為裡面壓力太大了 所以一般的高壓氣體 叫做什麼 滅火氣 滅火氣裡面通常就是高壓 所以你這樣就開頭 氣球會不會出外的有沒有 高壓氣基本上都要使用鋼皮的結構 所以高壓的爐管 它可能就要使用鋼皮的爐管 鋼皮的爐管 它可能就需要這種 就是要防爆的 就好像 各位可以看到的高壓 高壓氣體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滅火氣 跟什麼 瓦斯拉 液態石油性 就是出發的瓦斯拉 幾乎之類的 它們都需要用鋼皮來能夠安全 確保安全 所以你看它很高壓力的話 其實最外層就還有一個無鏽鋼層 確保它不會暴力 好 氧化完之後呢 長出來的氧化層 怎麼去判斷它的厚度呢 好 第一種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用橢圓光骨移 市面上可以買得到側鋼皮 它是用什麼原理呢 它是用線性極化光 光是有極化方向的 你給它一個線性極化光方向 它經過材料的時候呢 不同方向它的偏正速度不一樣 使得進去出來之後呢 它會從線性的偏正 線性的偏激化光 變成橢圓的偏激化光 所以它是要測量下位差 測量它的激化方向的偏差 那他就可以推斷了就是這層後部是多少 當然天秤你要先告訴他這是什麼材料 他才去做清算 所以基本上薄薄 尤其是陽化薄薄的後部兩側 基本上可以使用光學兩側就行 只要使用光學兩側就可以了 而光學兩側是一個非破壞的兩側 他不會touch到兩邊 他就是發一道光出來 測他的反射光 然後去分析 陸色光跟反射光彼此之間的光圖 分析出來就可以分析出 這層材料的厚度是多少 所以利用風學的技術就可以兩側眼化 那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就是什麼呢 用肉眼去看它 二氧化性的厚度不同 顏色會不一樣 反光出來的顏色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各位做時間做到有經驗的 這道出來的模模的厚度有沒有符合自己的要求 你只要看顏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看顏色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肉眼就可以看得出來的顏色 而顏色是有什麼確定的 表面的反射光跟下面的反射光 不一樣的建設性或破壞性干涉 就可以確定了它的顏色 所以會有一個色谷 會有一個色谷 看一下 這裡面要使用整件色谷 二樓會有顯 會有不同顏色 多個過度會有不同的顏色出來 所以你要化成多過 基本上看顏色也可以大一拍出來 只是如果你要精準的話 你還是用力去使用 妥約光 妥約光 當然那些什麼電線兩側 就是做成電容 兩側的電容是出來 或是最像是已經半電容一樣 你可以用兩側電容來算它的頭 之類的 不過一般半導體場裡面 在半導體場裡面 在氧化完之後呢 他們就直接用光出去測 厚度是多少 薄過後的可以用NK兩側測出來 或多薄的就用橢圓椅 就可以測出來 基本上只要你用錢就可以測出來 把機台拿來它就幫你測 就可以幫你測出來 那早期後氧化成是為了做Isolation 我們前面講過 早期的Isolation有什麼 第一代長氧化成 直接掌控後氧化成 然後只要吃凹就可以做元件 第二代Locos 必須是元件的表面上搖跟下面 都要有氧化成 所以使用了Locos 第三代 我不希望有高高力低的體驗 我全部都是用STI Sino-Change Affiliation 絕緣區 用往下使得的方式 可是在STI之前 無論是長氧化成或是Locos 都需要氧化 數千N床的二氧化器 那這些都是使用到VASA 所以早期VASA是用來做隔絕的重要製程 所以以前都會使用VASA來長厚厚的絕緣層 但是在現在的新的機體電路製造裡面 已經不需要這麼厚的氧化成 你要說使用到熱氧化這個步驟 我最早講過 我過的產生有兩種 一種叫做成長 一個叫做成績 成績就是原材料都使用自己的 都是從外面來的 叫成績 使用到自己的材料的叫做成長 而現在的半導理製程技術當中的二氧化氣 厚的二氧化氣都一樣在成績 而不是成長 所以現在先進的半導理製程技術 熱氧化成已經不再需要厚了 已經不再需要濕式氧化之中 都是乾氧 都是乾氧 因為不需要這麼厚的氧化成 所以現在氧化成的主要 我們都需要是長薄的氧化成 薄的氧化成 那第二 現在高漲薄的氧化成 而 現在另外一個機台的趨勢是什麼 我之前講過 快速的生分系統會取代傳統的乳管 傳統的乳管 一次可以進很多片 可以進25片甚至50片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升降溢速度太慢 因為一個如果來強力很大 你要升溫就需要很多的能量 要降溫就不能等它慢慢的散 好不好散 可是呢單片製程 單片製程的機台因為槍力很小 它可以迅速的升溫 又可以迅速的把熱排掉降溫 所以現在這種快速熱對我 快速熱氧化裝置 RTO Ready Thermal Accentation 快速熱氧化過程已經取代 不是很可能已經取代乳管製程了 除非你今天的片量很大 那你用乳管會比較便宜 用一次就做都有這麼多嘛 可是如果你的片量沒有那麼大 用單片反而比較好關鍵 反而比較好關鍵 而且乳管一次就是做50片 可是單片製程有熱度霧差 你講就是50片 可是單片製程有熱度霧差 你講就1片 而且可以馬上知道 因為測出來 兩塊碗我可以馬上去量看看厚度 我可以馬上去量厚度 我可以馬上去量厚度有多差 好 所以 現在馬上去量厚度 基本上都已經取代乳管 像在涅界裡面 長氧化成 都是使用RTO 都是使用RTO 除非為了省錢 當你控制上的時候 你才可能會把乳管 這個器材開除完 但是缺點就是一旦初始 沒有變更多 所以要小心 那在馬現在又要長薄的氧化成 都會是用N吐火來取代工作 因為N吐火長出來的氧化成 裡面還有蛋的成分 它會有蛋的成分 而蛋的成分 可以加強它的界線長數 也可以加強它的軌距鏈長 也就是代表說 它的薄膜品質會更好一點 但是蛋不能太久 蛋太多越不好 過量越不好 微量的蛋是好的 太多的蛋不好 太多的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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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3N4 蛋化系 蛋化系 裡面有很多的缺陷 有很多的trend step 是不好的 而 Si3N4 蛋氧化系 是品質比較好 但是這個蛋 少量 少量就可以了 多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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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細跟蛋的間諜 也會比細氧間諜還要強 細蛋間諜也會比細氧間諜更強 所以它可以承受更高的變長 所以它的風會變得好像比較強 但不要太容易 不要太容易 好 我們現在講完的加熱製程中最主要的功能 早期最主要功能就是氧化 而早期的氧化有厚的氧化成做絕圓層 也有薄的氧化成做絕圓層 厚的是做圓件跟圓件之間的長氧化成 薄的是做絕圓層 而第二 早期的加熱製程呢 第二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擴散 擴散是用來掺杂半導臘 所以將半導臘從N型掺杂成P型 或從P型掺杂成N型 或是讓濃度變得更冷 之類的 都是使用加熱擴散 擴散是一種物理握手 它其實就是用熱運動 分子熱運動他們想四面八方的撞 而濃度多的地方 它沒有濃度八方的撞 所以它又被打回來 而濃度低的地方呢 比較不容易不撞 所以撞著撞著就會均勻去以後 濃度淡力幫我們撞過去 所以這就是擴散 所謂擴散其實就是 不擾運動的去關化 什麼叫不擾運動 空氣分子在有熱的環境下 本來都會向四周的亂動 只是怎樣呢 如果你空氣重視均勻的細體分子的話 它往熱的一個方向碰到的機率都一樣 所以最後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 最後鄰居位是0的一面運動 可是如果今天呢 這邊濃度高 這邊濃度低 我一往這邊運動就撞了 撞回來 而一往這邊 欸我太運撞了 久久撞到一個 我一又往這邊撞了 就馬上衝過來 把這邊的 往右波撞機率高 往左波撞機率低 它漸漸的平均位移 就會往濃度淡的地方 這個就叫擴散 所以擴散的微關係 就是熱運動 就是熱運動 就是熱運動造成 所以為什麼會從濃度高 往濃度的地方走 因為濃度高的地方 一發的重撞 反而不容易過去 氣氧分子不容易往濃度高的地方過去 往濃度的地方過去呢 比較 它會發出濃度高 所以它可以轉走比較遠 它可以產生比較多的同氧位移 所以這就是擴散 這就是擴散 所以擴散是熱運動 它是個物理貨層 只要溫度越高 它就會擴散的越快 而且掺杂物會擴散到吸氣氧 改變半導體的導電率 而如果今天呢 你要擺盤的掺杂 產生一個PN 接面 那一般PN 接面的地方 定義就在 接面的定義是定義在哪裡呢 擴散的掺杂濃度 以及基板濃度的生物質 那個地方 就叫做切面的程度 來 給各位看 今天你買來一個半導體 你買來一個半導體裡面 我前面講過 買來一個半導體裡面 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均勻的殘杂 在拉近的過程中 本來就已經殘杂了 而且它是均勻的 所以這個半導體 是一個均勻的殘杂濃度 它的倍速度是單一的 而你今天想要殘杂它 你就沉積一個殘杂物 這殘杂物有非常濃的多粉 非常多的雜質 然後你給它一加熱 一加熱之後 它就會往半導體裡面擴散 沉積完 在沉積過程中 只要有高溫它就會擴散 這裡一往下擴散後 濃度就開始往下擴散 往下擴散 擴散到哪裡呢 當擴散了這個殘杂物的濃度 剛好等於你的背景濃度的這個地方 這個焦點 就稱之為殘念 就稱之為殘念深度 代表你的殘杂物的濃度 等於你的背景濃度 我殘杂我跑進來的濃度 等於你的背景濃度的這個時候 就稱之為殘念深度 所以只要你是使用熱擴散殘杂物 絕對是越表面越濃 越裏面越淡 代表什麼呢 代表濃度跟深度 你沒有辦法濃力控制 因為擴散 擴散是從濃度高流濃度低的走 從濃度高流濃度低的走 你沒有辦法說我要這裡濃 這裡淡做不到 因為它一定是從濃度往淡的地方擴散 所以越裏面會越淡 所以你沒有辦法造成裡面比外面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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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是做到的 擴散是做到的 擴散是一定是從濃度帶的地方走 而早期的擴散呢 最主要就是做什麼呢 Mod-Spake Soft Drain 比如說我現在做P的Mod-Spake 那我的基板使用N型基板 而我的Soft Drain使用P系的話 我就要擴散 那擴散的話 我只需要在Soft Drain的地方 擴散就好 不是受罪的地方 不要被擴散 然後那怎麼辦呢 一樣 擴散一層 遮蔽氧化石 然後呢 把受罪的地方的氧化石給石剋掉 給石剋掉 然後接著來沉積你的擴散物 然後進行加熱擴散 而擴散物在捲層裡面 在二氧化石裡面不太會擴散 擴散係數很慢 所以呢 擴散物會被二氧化石砍下 而沒有二氧化石的地方呢 它就只會直接溶解到 Silic裡面 溶解到基板裡面 就會變成殘雜層 P-Fast 比如說擴散三氧化石砍進去 就會變成P-Fast 形成了Solstrap 而被 絕雲層氧化石 氧化石遮住的地方 就不會被擴散到 底下的基板 被包住得很好 但是因為熱擴散是個 是個冷下性製程 所以它不只是會下擴散 它會向側面擴散 所以在擴散的同時呢 虽然这里有阿海遮住了 可是在扩散的时候它有个像侧向 侧向四面八方扩散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overlay 侧向扩散造成overlay 所以扩散本身就会造成overlay 它会有侧向扩散的情况 所以你也很难怎样呢 你的形状很难 刚好跟你毒外一模一样 它也会比你的毒外还要来个大 因为它会像四面八方扩散 这是扩散的确定 所以扩散的确定不能够 努力控制残杂濃度跟阶电深度 再来它是等下的过程 所以它会连遮力氧化的下方的部分区域 也会被扩散到 所以影响扩散最重要的 就叫做热基纯 什么是热基纯 扩散制程当中温度跟时间的成绩 叫做热基纯 所以温度越高热基纯越大 时间越久热基纯越大 所以热基纯越大代表扩散行为越严重 温度越高越越扩散 时间越久也扩散越多 所以热基纯指的就是 加热制程中温度跟时间的成绩 就叫热基纯 我们讲所谓的summer budget summer budget 就是你给了它这种热能量 温度乘上的时间就是你给它那种热能量 时间越久它过程能量就越多 温度越高它过程能量就越高 这两个都是不许它扩散的力量 温度跟时间 在高温下时间越久过散越多 但高温的时间下温度越高 扩散也会越多 这就叫热基纯 而热基纯呢 过量的热基纯 会不利于原件的萎缩 当原件越多越小 我们只希望在这个地方有掺杂 可是如果你是使用加热制程的话 它会像测向扩散 它会像向扩散 因为扩散是个等向性质 它会像四面八方扩散 所以在当你掺杂的度 你使用你什么温度 这方面我会讲 这是用注入形式的 不是用扩散 是注入形式的受罪 好不容易系统控制好 但是你在热火化的时候呢 一退火 它像四面八方扩散 马上会不会就很大 砸起这么大 下面也没有用 这就是太高的热基纯 所以在原件的微小化过程中 热基纯会不断的要求下降 否则你的受罪的系统很难平静 受罪死罪的东西 所以后来就发展出 一连串许多快速热会火的方法 包含什么呢 刚刚前面讲的快速升温系统 还有什么 雷射队伍 还有微波队伍 开始使用不同的加热源 不只是单纯的温度 我可以使用微波 我可以使用雷射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加热线圈 所以原件越做越小 越来越唐厌等下性制程 原件越做越小 就希望许多非等下性制程 才能够让形状缩小一些 变得能锐利 而不是思念八方的乱跑 那就很难控制形状 那就很难控制形状 所以原件越小 热制程就会越少 所以现在半岗的制程 逐渐的朝向低热制程的方向发展 甚至越来越朝低温化的制程技术发展 所以现在半岗的制程技术 越做越小 也朝向低温化的制程 比面发展 所以你会看到 不同的制程技术 它要求的热制程不一样 在同样的热制程的要求下降 同样的热制程要求下降 越先进的制程技术 它所能够承受的温度就越低 或是在同样的温度之下 同样的温度下 越先进的制程技术 它能够承担的时间就越少 所以越先进制程技术 越往右下降 又下降代表什么呢 高温的温度在下降 时间也跟着下降 所以它们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小 半岗的制程 越先进的热制程越小 热制程代表越小代表什么 制程温度在下降 制程时间也在下降 都在朝低温化的方向走 都在朝低温化的方向走 好 这些关键放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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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